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接下來我們看那個 可觀免疫這個地方 好 免疫或者用另外一個字眼來討論 就是所謂的防禦的問題 因為不同的生物基本上呢 大概不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應該不會允許那個其他的生物 然後進到你的體內來 對不對 寄生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比較接近掠食的關係 但是呢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是 被寄生的時候 當然他自己本身的生命不見的 馬上是直接受到領導 但這件事情顯然的並非是必要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 所以當有一些微生物它為了要生存 然後體診變成是它生存資源的來源的時候 那它要進入人體內 這個時候合理來說 我們應該要去執行一些防禦的作為 那或者是說品嘗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身體的構造 來防止病菌住情 所以這些有關構造病的問題 或者是微生物入侵之後 我們身體內所產生的防禦的策略 或者是調節 那這些都是屬於免疫的 好 那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會把這樣的防禦呢 先分成兩個層次來看 就是 一個是我們身體構造上 與生俱來就會有的 不管它本來的目的是不是為了防禦 但是它都有主宰有防禦的這個功能 那這種呢 一般來說的話 它是先天性的 沒有針對特定的對象 是以這一些管道 如果有微生物入侵 它就不隱瞻 所以通常把它多有的是 處於比較所謂的非轉移性 那也有把它稱為效先天 因為是在我們身體的架構上 本來就存在的 好 那會包括哪一些事情呢 包括了 像皮末 皮膚 棉墨組織 本來就是我們身體構造上必要的 好 存在的層次 對 不管它願不願意 它就要是執行防禦的工作 可是皮膚 我們講過 你皮膚基本上就適合防禦的功能嘛 皮膚還有那個散熱這個這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它 它還有其他功能在 可是因為它就直接變在外界環境 那它還要去做防禦的工作 那 可是這道圍牆 如果被突破之後呢 通常會有一些細胞會去減少一些破壞作用 所以接下來大概就是以吞噬 跟發炎 這種實際的防禦作為 然後會比較是第一道防禦 就是圍牆突破之後 可能緊接要跟上來 然後產生影響的 那不管是皮膚的防禦或者是像吞噬 通常呢 那個對象都不是特定的 那它主要針對是 一是外來 二是異常 所以 因為對象不特定 所以叫做非專一性 那這個都是在我們身體的架構上 原來就有了一個安排 好 但 可是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反覆的會遇到一些特定的病菌 所以 也許我們可以集中火力 去對付某一種特定的病原體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身體呢 還有一道很重要的專一 專一性防禦 那專一性防禦的話 以前是比較直接來談這個地方 才叫做免疫 好 然後專一性防禦裡面的話 主要牽扯到兩個關鍵的細胞 就是B細胞跟T細胞 好 這兩種08熊 就是它們所執行的這個防禦作用 好 所以大概整個防禦的架構裡面 其實比較粗獷來分的話 大概就是非專一性跟專一性 就是利用我們身體的架構上 原本有的條件 然後去執行防禦的工作 或者是直接針對特定的位置 來產生一個比較具有專一性目標的 這樣的一個攻擊 好 那皮膜防禦的話呢 基本上能夠從字面上接皮膜 好 所以要執行防禦的部分的話呢 你的皮膚 對 皮膚是一套防禦的層級 它皮膚可以利用它構造上的特色 做到什麼樣的防禦工作呢 比如說角質層 對 角質層那本來它的目的是 因為我們在陸地上生活 所以呢 你的皮膚要有一個防止 那個水分散視的這個構造 角質層就是為了應付這個構造 可是這個構造在形成的時候 它就附帶 很多的病 運勢上 不太容易從這個地方入情 對不對 所以附帶有這樣一個架子在 所以角質層 OK 對不對 那皮膚上面呢 還有一些分泌物 比如說焊液 焊液的首要的功能當然是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排炭的過程呢 帶走更多的熱 對不對 那可是焊液的成分它有一點接近那個 排泄的成分 只是濃度上會比較低嘛 這我們以前講過 對不對 釣液是經過濃縮的 可是焊液是沒有經過濃縮的 可是裡面不愛沽水一定是最多 對不對 然後穿上一些流失的電解質 然後可能會帶有一些尿素 焊液的味道 所以這個時候有一些成分的流失當中 難道所有的微生物都喜歡焊液的組成成分 這應該不進來 所以焊液在皮膚表面的出現 它就會去限制特定的微生物 可能能夠忍受或喜歡 但也有一些微生物它可能是無法忍受 所以相對來講 它就比較不會出現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 既然這樣的話 那個皮質 皮膚所分泌的油脂 那從紫質來講 紫質是養分 對不對 那當你皮膚那個紫質的比例是佔得很明顯的時候 那這個不見得就是一個好環境了 因為大部分的生物基本上可能對於這個養分的需求 還是有一些偏好 所以皮膚基本上它會 它的自己轉身 構造上的特性裡面 就會對微生物產生一些限制作用 它可能沒有很積極的要去讓這些微生物死掉 但它起碼可以限制 會在你皮膚上面出現的微生物 就是不會每一種都喜歡待在這個環境 那這樣也就不錯了 你知道嗎? 好 然後皮膚皮膚的膜 基本上指的是黏膜組織 然後還記得我們的黏膜組織通常討論三個地方 起碼要討論這三個地方 就是呼吸道 因為這些通通都會在我們身體內 對不對 所以幫我們挖呼吸道 像氣管 然後消化道 好 呼吸道 像化道跟泌尿繩子道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介紹那個呼吸系統的時候 不是有提到嗎? 整個呼吸道當中 為了防止異物直接深入到肺炮 所以這整個路線上面有多少少過濾手續 從鼻腔 對不對 你有鼻毛的優勢 對不對 然後鼻腔會分泌黏液 對不對 會黏附很多的東西 鼻毛沒有優勢喔 自己回去用手機直接頂著 然後拍一張課前 手機的好處就是它的鏡頭跟那個閃光燈 是緊貼來一起的 因為它滿方便拍的 順便拍下口腔 人家可以試看看 好 所以從鼻腔開始 基本上這些表面的黏濕的成分 就可以黏一些比較大型的顆粒 對不對 鼻毛也可以執行過濾的功能 然後到了那個氣管跟濕氣管 它的表面有鮮毛上體細胞 對不對 那那個細胞表面的鮮毛雖然很微細 可是通常你到了這個地方 空氣吸道這個地方 已經都剩下一些比較小的 所以當管線越來越窄的時候 我們就利用這個 這些氣管或是濕氣管表面分泌的這些 帶有黏性的這個液體 然後黏附 然後再利用那個鮮毛的擺動 慢慢的把它推出去 那這是呼吸道 所以並沒有特別去做什麼破壞 大概還是以偏向過濾為主 那消化道的話 當然它的功能面很明顯的 就是為了處理食物 可是在處理食物的時候 另外會用到很多消化煤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口腔這個地方有澱粉煤 那如果這個微生物 它身上剛好有這個澱粉煤 可以作用的受質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先把它破壞 那當然機率比較低 因為比如說有一次 假設是細菌的話 細菌的表面雖然是多糖 可是它是開局糖化 那澱粉煤不能作用 好 那我們就退了 退到第二關 食道這個地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消化功能 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 很有可能可以對付那個病菌的 就是你的胃 那胃有一個非常強勢的條件 就是強酸 那酸應該可以幹掉不少的微生物 對不對 但會不會幹掉所有的微生物 顯然的不行 所以那個胃潰瘍的主義 我們應該有做過這個高度鐵酸 就是幽門螺旋桿菌 有沒有 你總是會有一些很耐酸的微生物的存在 但這麼酸 因為我們胃可以 那個pH值可以降到2附近 那你2到底有沒有概念 可以去試一下 pH值2基本上是一個很酸的環境 那這麼酸的環境 應該可以擋下不少的微生物 所以消化道這個地方 對於微生物要入侵 透過消化道入侵整體的話 胃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所以胃在撐不住的時候呢 你應該就會有一些常胃性的問題 比如說上吐啊 下蟹啊 那上吐下蟹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這裡就發作了 就上吐 過了胃之後才發作了 就拉 還有沒有其他拿肚子的原因 有 有沒有說牛奶就會拿的 沒有乳胎不耐症的問題 乳胎不耐症是一個 非常好的突變 對啊 就是你只要隨時想說 我來清一下腸胃 只有半瓶牛奶灌下去 然後你就拉一個一天半天 然後就是腸胃清光光這樣子 比那個有沒有去做過那個大腸鏡 大腸鏡那個 要做之前不是都要拉得很乾淨嗎 那都不用 只要喝牛奶就可以拉得很乾淨 不用花那個錢 好 所以消化道這個地方 接下來 如果胃症還是不能解決 完全解決的話 那 呃 胃自體本身有蛋白酶 對不對 那細胞的表面出現蛋白質的可能性 應該就非常高了吧 對不對 所以 這些消化酶事實上 它也可以去做破壞的工作 好 那所以下一個到什麼 泌尿生殖道 泌尿生殖道大概是所有的 年末組織當中資源最少的 比如說 像尿道好了 尿道的話 基本上呢 它幾乎只剩下一個策略 就是盡量是閉鎖 就是塌陷 就是 尿道的管線呢 是很狹窄 它幾乎只能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去阻止那個病菌入侵 所以你看一般尿道感染就很麻煩 有沒有 就是應該說 尿道比較容易發生感染 是因為它沒有其他什麼特別的工具 它是只利用那個狹窄的管道 所以 如果尿道有感染的話呢 這個通腦大概都是那個附近 這個比較不乾淨 比如說 男生手不乾淨 然後去尿尿 那女生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 盧側的時候 不知道畫上打號 然後那個 衛生紙的使用的方向有問題 這個時候就會有感染問題 所以它沒有太多的工具 然後 生殖道的話呢 它自己的工具也不太齊全 大概就只能利用一些酸性的條件 來去阻止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 它的感染發生的可能性會比較麻煩 然後 工具上 這是一個缺點 所以 這邊的話 相對來講 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出衛生器官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 皮末 皮末 大概從字面上解讀 皮膚跟皮末 那比較看不出來的部分的話呢 事實上 包括我們的眼睛 如果分泌淚液 對不對 那這個效果算皮末防禦也算 因為你的眼球 這個是階級皮膚表面 所以 流眼淚這個過程 其實對於那個眼球表面就有清洗的效果 對不對 然後 再包括那個唾液當中 是不是真的是有澱粉梅 是沒有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酵素 融菌梅 這樣類意跟我們脫液當中呢 其實也有 先 事先安排的一些 可以破壞微生物的酵素 融菌梅 對 看這個酵素也知道了 它只能對付誰? 它主要是要對付細菌 病毒這類基本上它會比較沒有辦法 這樣 OK 好 所以皮末防禦如果充不住的話呢 那接下來大概就會有幾招 第一招呢 先從發炎來看 因為如果你的第一道的圍牆被突破之後 那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微生物重要的入侵的點 那我們以前講過 其實大部分的微血管 平常 白血球到整個地方的可能性很低 有點像喔 那循環劍有說 微血管不是很窄嗎 微血管窄到平常的時候 大概只有紅血球過出去 白血球比較大顆 不太容易進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已經確定是一個感染的點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讓白血球有機會進來 所以這時候呢 要從兩個層面去做手 第一個 讓那個微血管擴展 你空間變大了 基本上那個白血球才進來 OK 然後第二個呢 你要加速血液進來 所以加速血液進來需要誰的幫忙 微血管 微血管的血液的流動的速率 是由前面前面的小動脈在控制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加強小動脈的收割 才會有更多的心意進來 好 所以這一系列的反應就是發炎 那發炎的時候就牽涉到 第一個 你要有化學物質的刺激 然後才能夠做到這個調節作用 那發炎介石我們以前已經寄過兩個了 發炎的症狀是紅熱總控 那為什麼會紅熱總控 因為 微血管擴張之後 有更多的血液進來 對不對 更多的血液進來 帶來的熱 因為血液本身就有溫度 那因為平常這個地方血液流量可能比較少 好 所以這時候大量血液進來之後 會引起紅熱的症狀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腫 因為 當微血管擴張更多的血液進來 血液的流失的速率相對增加 那淋巴系統回收的部分 它不見得會跟你同步增加 所以這時候會有比較明顯的組織液 累積而引起腫脹的現象 如果這個腫脹現象在刺激的痛絕神經的話 那可能就會引起痛絕 或癢這個動作 對不對 所以發炎只是一個策略 從這樣的籠統來說的話 主治安前列腺素 它們所引起的 這兩個為主所引起的發炎作用 似乎也沒有真正對於微生物產生破壞性 但有一個機會 熱 因為你本來的 比如說皮膚的表面本來溫度就比較低 它低於我們的核心體物 你以前講過嗎 我們一般講的所謂的37度附近的這個溫度 叫核心體溫 可是你身體的周圍體溫其實是偏低的 那有沒有可能因為這種發熱 比如說超過體溫37度 38度 甚至39度 利用這種比較異常的體溫 也許可以對微生物產生一點限制效果 可能有 但不見得是很理想 所以我們以前講發燒基本上是 就是一種全身性的發炎對不對 那一定程度的發燒 其實我們可以暫時讓它作用一下 或許這樣的身體有一點不適 可是對微生物來說的話 它也不見得會比較好過 所以發燒有時候是一個必要的 但是過度發燒就不行 比如說你一口氣燒到40度以上 對不對 那個是那個紅包的那一包藥 那個可夢藥不是說會附帶一包紅包上面寫的幾度 改例點的寫39.5 怕例點的寫39.1 它有沒有寫更低的 因為寫38.5的 真的太過分了 38.5就開始吃了 應該不太虛了 好 就是到一定的發燒程度之後呢 就要稍微壓一下 不壓一下的話 失去發燒基本上還蠻可怕的 好 那所以發炎它算是一個策略 可能也沒有辦法實際上打到破壞的效果 所以接下來能夠執行破壞的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吞噬 好 那哪一間白血床可以執行吞噬的作用 吞噬 可以執行吞噬的包括 我們以前講的居氏細胞 看一下齁 當時候沒有講的 另外一個比較後來才發現的叫素塗細胞 好 然後還有 四中星球 四酸星球 當時候應該有講過的 顆粒球 剛高的四中星球 四酸星球 基本上也可以去執行吞噬 所以白血球當中可以做吞噬的種類 其實還蠻多的 那吞噬幾乎都是為了破壞更清楚 你看 那其中比較重要的指標性的是 留意一下巨噬跟素塗細胞 因為這兩個可能還會再延伸到下一個層級的防禦問題 四中跟四酸它比較有點像是消耗 通常用完的時候可能很快的這個細胞自己噴生 這塊玉球自己噴生可能給瓦解了 好 那直靠吞噬是還不夠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細胞叫做自然殺死細胞 自然殺死細胞它不吞噬 它是自己跑去跟對方接觸 然後利用它分泌的化學物質 把對方給破壞掉 所以通常對方是細胞 你看 而且它對付對象很有可能 常常是我們自己的 比如說癌細胞 腫瘤細胞 這樣OK 那如果不是腫瘤細胞的話 就有可能是像什麼呢 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因為這種細胞通常它表面會有一些異常的 那個 成分 所以當自然殺死細胞碰到張張的 它不認識的細胞 或者是 這個細胞帶有它不認識的成分的時候 那它就會去破壞它 可是它跟吞噬的做法不一樣 吞噬是真的把它吞掉粉碱 自然殺死細胞呢 是直接從分泌物 然後去做破壞 把那個細胞瓦解 因為細胞瓦解 它的破壞性可能就沒有了 或危害性就沒有了 有沒有 所以 發炎是一個策略 如果可以透過發炎 帶來更多的白血球的話 那後續進來的白血球 基本上就有可能 去做那個清除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清除不同細胞的能力又不同 所以可能用吞噬 然後可能用破壞作用 就是直接執行破壞 沒有吞的 這樣OK 好 所以 當回牆被突破之後呢 接手的很有可能 就是像這樣的破壞作用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對象就不專一 比如說吞的時候呢 像吞釋說我們以前講過 原則上 只要它吞得掉了 它都會吞 怎麼 當然 另外一個是能力的問題 它可能就不吞 它就直接把那個 有破壞性的這些成分 然後分離出去使用 但它就沒有針對特定的對象而來 它主要針對的是異常 異常 或者是這個 屬於它 那個細胞不認識的 這個對象當中 都列為是它處理的範圍 所以仍然是屬於肺專一性 OK 可是因為我們在自常生活當中 其實 頻繁遇到特定的病原體的可能性太高了 然後再來 可能在整個炎化的過程當中呢 有時候不是說我們每天都在遇到 也許在人類的炎化的歷史裡面呢 有一些病菌它似乎太強勢 所以造就 也許這樣造就一個很重要的結果就是什麼 就是後來只要人的體內 比較能夠產生一套專門對付特定的強勢病原體的 這個方式的這個防禦策略的話 似乎這樣的人會比較是有利於生存的 所以在我們身體裡面呢 留下了一套這個防禦的方法 就是轉移性防禦 那專一性的防禦應該還記得 需要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這細節會推在哪個都先提出這個名字 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會把專一性的防禦 捏在非專一性之後 當第一道防禦的皮末或吞噬也撐不住了 或者是有需要找合作對象的時候 它就會去聯合V細胞跟T細胞 一起來處理 那但是這個前提有一個角色要出現 就是 巨視細胞或速度細胞 它要去做看原呈現這個動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不管是不是非專一性撐不住了 它可能其實它做得來 但是它要尋求一個合作 所以透過誰 透過巨視細胞跟速度細胞 如果它們可以去做看原呈現這個動作的話 那這時候就可以啟動專一性防禦 所以專一性防禦會不會參與防禦 其實它是有條件的 就是首先它要是先認識看原 然後接下來再產生可以對付特定看原的工具 好 然後所以V細胞跟T細胞的反應 一般我們把它分成兩個 以V細胞為主所引起的反應 稱之為依照工具叫做抗體免疫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抗體免疫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抗體免疫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抗體免疫 然後T細胞所執行呢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做抗體免疫 OK 所以只有在它們被啟動活化 然後它們才會參與這個防禦作用 所以特定的成分引發的專一性反應 它基本上是不能互通的 比如說那個某個類型的 這個A這種病毒所引起的免疫反應 跟B這個病毒所引起的免疫反應 基本上它們的防禦策略相似 但是不能互通 因為那個很多細節 這個就留到最後再來看 這邊 好 大致的架構是這樣子 所以看一下那個 那個 哪裏 哪裏 385頁 好 這邊有比較多文字的敘述的部分 比如說皮膚剛講的 角質層其實是一個真的很方便 不只可以防止水分散失 對於很多微生物來講 其實這也是一個 不容易突破的一個保護層 對不對 那 然後一般來說的話 這個 有時候如果你有看到這種名詞 這種 你利用天然的屏障 就是那個構造的特色 我在那個皮膚細胞表面 能鋪上一層保護層 對不對 那它純粹是因為這個保護層 它沒有辦法突破 這種叫物理性的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要考量到 我們的皮膚表面 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 對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傷害的細菌 那它又能夠忍受我們皮膚的環境 然後它在這個地方活下來 那也許沒有護力共生 它反過其實是遍力共生 對它來講是好處 那當中你找到一個地方可以生活 那它也沒有去侵害我們的體力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情況的話呢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用另外一個觀點來看 它活在這個地方 其它的有害的病菌很難跟它競爭的話 這好像對我們來講也算是一種好處 所以這樣到底要解釋為遍力才是護力 如果它開始在防禦這個部分 對我們有貢獻的話 也許可以把它解釋為它是屬於護力 好 那這種叫做生物性的防禦 就是利用其他的微生物 來幫我們做防禦的工作 所以你想你的腸道當中 不是有那個乳酸菌跟打腸菌共生 所以那個為什麼那個乳酸飲料都強調 就是說如果你獲得它的飲料 然後你這個腸道的乳酸菌就會活得很好 那你腸道的乳酸菌活得很好 不管你能吃 所以你還不是喝糖這樣子 安慰自己 那所以你養乳酸菌幹嘛 就是如果某種角度 你的腸道當中的乳酸菌之類的 它是優勢菌 是你的腸道不用命密麻麻的 都是它 那其他的那個油害的菌進來的時候 它要入侵人體之前 它是不是得先去跟這些乳酸菌競爭 然後競爭贏了 然後它才有機會入侵身體 對不對 所以會不會用共生菌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某種角度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一下這些共生菌 好 皮膚的油脂和汗液 它的成分是比較相對來講是特定的 那當一個環境的因子 比較是明確的情況之下 那就不見得是所有的微生物都喜歡這個環境 所以皮膚的條件其實也會限制一些微生物不容易滋生 好 那所以那個勤洗澡很重要 那這個洗澡也有一個限制 因為它那個搓到那個皮都快要掉下來的那種有沒有 有一些那個 沐浴的工具有沒有 這已經接近剛刷的程度有沒有 有一些那種那個洗澡用的那種 這是什麼 就是那種像廠紙 這是什麼型的 那看起來像廠紙然後揉成一團的那種 那就是很像剛刷你不覺得嗎 就是刷過去就覺得皮都快要整個刷起來 啊 啊 啊不用你洗啊怎麼洗乾淨 這整機拿那個洗衣服那個藏爐啊 鋼絲絨對啊 誰是有啊 那但是如果你這個有沒有要泡棉洗澡 泡棉又太過細枝溫容 我這個看起來完全沒有那個效果 那怕我們洗車是很好耶 那怕我們洗澡是覺得沒什麼效果 菜瓜布 有鋼絲還是沒有鋼絲 有鋼絲很可怕耶 我上次 上次那個 有一個那個洗臉盆 然後我就那個菜瓜布刷過 馬上就一刀一刀就刷了 那鋼絲真的是 好 然後第三點留意一下 這三個是熔俊煤 好 在唾液它的類印當中呢 其實有熔俊煤這個酵素 這個酵素看來應該很明確 是針對入侵的病原體而來的 不過它主要是抑制原核生物為主 好 那為什麼可以熔俊呢 這個酵素它是比較屬於分解蛋白質的 破壞細胞壁有的 沒有 那以前我們提過 細菌基本上呢 細胞壁是一個很重要的保護者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破壞細胞壁的話 這一支細菌它的致病率應該就會大幅的降低 好 在黏液的話沒有什麼破壞性 可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策略 來去黏附一些入侵的病菌 所以我們的呼吸道可以分泌黏液對不對 我們消化道也可以分泌黏液的成分 所以這些黏液的成分基本上呢 對於阻止那個微生物入侵 其實都可以貢獻的不少 但能夠止清破壞當然是更好的 好 順便現在有一張圖 就是當我們身體的外表面或內表面 有一些入侵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呢 第一道防線 萬一突破了 第二道防線 就應該要接手 對不對 那第二道防線接手的時候 我們先看後面的發炎 386頁 引發發炎基本上呢 是一堆化學物質所造成的效果 那所以我們通常呢 把這些發炎作用或發炎反應的相關的化學物質 就叫做這個名詞 叫做發炎介質 那起碼要記這兩個吧 就是阻止胺跟前列腺素 那不是只有這兩個 就是你起碼要記得這兩個 那阻止胺跟前列腺素呢 基本上他們會引起那個微血管擴張 微血管擴張空間變快 白血球就比較容易進來 那還不夠 你還要促進小動脈的收縮 所以像前列腺素 你在講那個哪裡 分娩嗎 講分娩的時候不是有提到 分娩的過程當中 後來真正能夠讓小胚皮生出來的關鍵 是因為子宮壁受到前列腺素的 一波一波的強烈刺激嘛 所以前列腺素主要的刺激的對象是平滑肌 那所以小動脈的肌肉是什麼 平滑肌 所以前列腺素可以促進小動脈的收縮 所以動脈那一口太收縮 微血管太擴張 這樣就可以對這個局部的組織 就是造成那個加速血流的效果 然後而且因為你那個血管變得比較寬闊了 所以白血球容易進來 不過代價是什麼 因為你看 本來我的細胞只能做出這麼大的管子 但你硬要把那個管子撐得很大的時候 就會造成一個比較負面的效果 就是微血管的內皮細胞間的空氣會有一點變大 當然不是真的空氣變大 應該是會變得比較鬆散 所以內皮細胞之間的排隊 變得有點鬆散的時候 這時候血將流失就會更容易 所以組織液會快速累積 所以當局部的血液的流動效率增加的時候 會帶來紅熱的現象對不對 如果組織液大幅堆積的話 就會引起腫脹 腫脹如果在壓迫那個皮膚層 或者是這個附近的痛絕神經 那這時候就會引發痛絕 那另外有一些發炎戒指呢 他專門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知道有沒有 某些時候的受傷發現那個傷口 有那一種好像火在燒的感覺 那個是其他的發炎戒指所造成的 他的目的就真的是為了讓那個傷口的部位 局部性的大幅提高 這個更加那個熱的產生 那利用他的策略呢 來抑制那個病菌的滋生 所以發炎的反應很很雜 但是起碼有關於組織安跟前列腺素的作用 這兩個要稍微知道一下 然後所以下面有一個付出 這你不用背啦 所以像組織安血清素 你也有聽過 然後還有一些環基態 然後還有那個補體這些 基本上都可能會參與發炎 好 那這個時候 發炎發生之後 接下來是要帶來一些 有執行破壞能力的細胞 所以我們先看那個385頁 回到吞噬作用來看 這邊有一個吞噬 吞噬的過程裡面呢 細胞白血球會開始變形 那這個變形的過程 它的細胞膜會突出去形成位阻 所以像那個巨噬細胞 巨噬細胞它平常它沒有動作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一顆球型的細胞 然後有細胞膜 所以那個時候通常我們會把它掉進去 三顆球 那當巨噬細胞受到刺激的時候呢 它會有兩個變化 然後就是 當它球受到刺激它就開始轉型變巨噬細胞 所以第一個 約類來說它的體積會變大 所以有巨 那第二個 它的細胞膜會開始向外延伸出去 然後呢 開始把某一個異常的東西準備吞進來 你看喔 這個時候 它會形成位阻 它會進行變形蟲運動 就細胞的變形 把這個現象稱為變形蟲運動 那變形蟲運動的過程當中 吐出去的這個東西 就稱為衛族 所以衛族呢 出現有兩個意義 這個細胞正在移動 或這個細胞正在吞噬 好 所以假設有一個微生物呢 現在出現在巨噬細胞的表面 它受到刺激了 然後所以衛族形成之後呢 將這一些入侵的微生物呢 開始準備打包 打包之後就形成這個 南炮 對不對 好 這道吞噬小炮還記得嗎 因為這個地方它很明顯就是為了破壞 所以就不要用石炮了 它的目的是為了防禦 而不是為了取得失物 好 所以之後形成了那顆炮炮 比較適合叫做吞噬小炮 吞噬難炮 那如果你很確定它是食物的話 那你就把它叫石炮 這樣 這樣喔 那可以像草女蟲那個 生桌炮或者排水 對不對 好 所以吞噬小炮進來之後 接下來 你吞了 它還在 所以呢 最重要的要再補一刀 就是把它破壞掉 所以吞噬小炮進來之後呢 會去跟融體進行融合 那融體內呢 含有高基試體所完成的 這一些跟分解有關的酵素 可能是分解蛋白質的 可能是分解多糖或脂質的 然後 所以當吞噬小炮跟融體 完成結合之後呢 呃 酵素開始跟這個 入侵的微生物接觸 那這個微生物呢 可能就會受到破壞分解 OK 然後之後 看是要資源回收 還是不用的東西 再把它丟出去 因為不一定要丟出去 如果你是蛋白質 增減性跟胎基酸的話 其實是可以留下來繼續用的 那這個 最後一個動作 就好像一定要包吐一樣 不一定要包吐 好 所以接下來比較麻煩的是 那哪一些白血球可以自行吞噬 就是這個 如果講基礎生物的成績的話 這個是起碼的 然後四中四酸是要流利 因為二年級是不講數 而高三的部分的話 這個你就一定要記得 高三是全部都要記得 那巨石細胞起碼是 我們拿來當作解釋的 好 所以能夠執行吐噬的細胞的話 包括像巨石細胞 素塗細胞 素塗細胞其實跟巨石細胞長得有點像 然後再來顆粒球 白玉球裡面分成丹德球跟顆粒球 對不對 顆粒球不是有三個加讀 四中 四酸 四檢 那其中四中跟四酸跟吐噬有關 四檢跟什麼有關 四檢再回去看剛剛那個 四檢跟發炎有關係 所以發炎的時候 除了受傷的部位的細胞 可能會釋放發炎結石之外 還有四檢性球 在第三檢的第三檢的地方 四檢性球或者是肥大細胞 也可以釋放那個發炎結石 好 所以這邊跟高二的比較大的差別 就是有很多的細節 那接下來一般來說 山口出現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常到達的白血球 很有可能是四中性球 因為四中性球是熔燈所有白血球當中數量最多的 不過它也是死傷率最高的 所以山口出現的時候 第一時間先到達的通常是四中性球 可是它很奇怪 它的設計就是很短命 所以通常吐噬完的時候 它自己可能也會死掉 所以白血球消耗比較大 大概都是屬於這一塊 就是細胞會比較長瘦一點 好 所以 來不及了 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比較入門的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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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